大家好 我是你们大熊的飞翔 来到东北呀 哪哪都是苞米地 现在正是苞米收割的季节 苞米已经晒干 然后剩下就是把这些苞米干的拿回家 冬天用于过冬 下面有个师傅在那收苞米干的 我们过去跟他聊一聊 你好啊 师傅 哈哈哈哈 这整个苞米干的 这是当时为啥不熟 现在等到现在才熟啊 现在以前这今天鱼屎大 进不来地 就是包包米 把这包米扒开 扒开 然后把这个包米干给它拢起来 拢起来 等到拔完这个完就给包米干一捆 回家做产肉上 那刘哥我想问一下 那为什么这包米当时在鲜嫩的时候不给它摘下来给它卖了呢 就是夏天的时候咱给它披下来多好啊 那是没有日药啊 那是没有日药 是不是 就能卖那时候也卖了 是不是 对对 咱这属于啥呢 这就是要秋天的包米 不是要夏天 咱说乌着吃的包米 这秋天就是加工 深加工的包米 那这种包米拿去之后就打完粮人的送到粮固的 我这就加工一下 啊 就磨成玉米面的 磨成玉米面或者做成塑料的 那这一天就你跟嫂子俩人干 对 能干多少啊 这 一天能八一亩多的 那这个八亩之后完之是国家收过 还是说有人来收呢 有个人小粮饭的手 那他们说怎么卖 这按计算了 一吨多钱呢 一吨三千多块钱吧 三千七百多块钱 拓完完再按计算 对 那它不是带着棒子算 不带着棒子算 而且那也不贵啊 那卖的也便宜啊 人家来收鱼 你得把这个粒卡下来 卡下来 然后论金卖论盾卖 论金卖论盾卖 这都一样的 啊 这个棒子给你留下 对 他回去抹个玉米面呗 夏天那个嫩包米家里卖的话 多钱卖呀 夏天没有卖的 因为他没有 可不可能有大量收着一些玉米 啊 他大量的是卖不出去的 大量卖不动 谁不可能说人家去吃那些东西 啊 大量的还得最后磨成粉 然后买包玉米面 你家有几亩地 我家二十多亩地 二十多亩地一共呗 对 那就你跟嫂子两个人打理啊 那人家挺厉害啊 那你这全靠手工啊 没有什么极限 我们不相信你 因为啥呢 其实他整的稀烂 特别今天比这个干个多压到地里头 来年开春 没法用地 你十五六亩玉米的话 你种的成本是多钱的 一年 一亩地多个700多块钱 那你一亩地能挣多钱 一亩地能挣个四五百块钱吧 就纯正啊 那就是你700多成本 你卖就卖个一千多块钱 一千二百块钱 那也没多钱呢 没多钱 没多了 你看一亩地咱那大挣就挣五百 那你十多亩地 六七千块钱啊 对 完忙了这一年 那不能这么少啊 解决这么多啊 一亩地能打 一千二三百斤 一块钱一斤 你说 你说说 太辛苦了 那你玩挣不着钱呢 挣不着钱 农民特别今天还有再一年 挣得更少了 你说成本700多 完整刨这成本 完整挣个四五百块钱 对 你还得这一年得跟着整 跟着闹着 就是我的 完整到秋天 这还得守着 还得整整地 再皮帮不干 还得拔 再往回运 是 完里外里 一年 你说你十亩地的话 咱就按五百算十亩地五千块钱 咱俩十五亩那也就是七八千块钱呗 对也就剩七八千块钱 你这不够忙啊 你这一年 你俩人两口这个俩人坑不坑 是的 那是一样 那是所以算是他呢 有条件还得我还打点公司吧 还是打工 挣钱是吧 打工一日一月的那都挣下来的 大哥给我们捆一捆 给我们压 大哥来这边吧 来这边 来这边说 谢谢大哥 也是拿改的捆 拿改的捆 啊 啊 啊 这就行了 是吧 火一下之后 还给它砸碎吗 就直接这么烧 直接就这么烧 就往炉子里堆 往灶坑就烧到灶坑的 啊 可以的 那有有卫生的 可以把自己炸 炸碎到卫生里 那合着就一个杆上就两个包米 嗯 这特殊杆两个有 但是一般的多少都是一个 我帮你扒一会儿哥 大哥 你这包米上我看全是 看这 这好多包米上都是这个虫子 看这白尖 嗯 看这都是 这是不是大哥都是长的虫子啊 对呀 今天咱的雨水大 没打上药 每年都 都往玉米西里投药 大哥 你说什么转基因的就没有虫子 转基因的没有 这不是转基因的 这不是转基因的 转基因的包米没有虫子 不转基因的有这样的虫子 不转基因的好还是转基因的好啊 还是不转基因的好啊 就是天然的 是吧 对 它有点这样的虫吧 咱就说是没有啥崩害了 老实讲 不成这样虫呢 这就是说 这样有天然是公害似的 转不转基因就是咱买种子那时候就已经确定了 对对 就是咱有转基因的种子 有转基因的种子 那个那个长上来的雨米就又大又好 是不 对 又大又好 还不生虫子 不生虫子 但是像这种就是普通的那种 是普通的 转基因的它是对那啥呢 对人的 对生虫都不好 哎 那有那个转基因的什么大豆油啊 这些东西 对对对 那都不好 是吧 这都不好 咱国家就咱是种子这方面 它就是天然的 咱过去的方式咱都收了这样的虫子 那几年不就种那个转基因的吗 说一手不行 对生虫也不行 对人也不行 他如果说啥呢 人家就是一口你是转基因的 已经不收了 行了 大哥 那谢谢你啊 大哥 这感谢大哥跟我们的分享啊 那我先走了 大哥 谢谢你再这样 大哥 好 好了 走了 早了 拜拜 走了 大哥 好 先走